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想聊一下主要是为年轻人刚刚毕业或者是已经踏入社会开始工作 如何来选择自己的职业定位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 如何给自己肃立信心 因为您是专家所以想听听您在这方面的独特见解 谢谢先锋 专家倒是不敢当 但是由于我工作的关系接触了上千位的企业高管 都是非常资深的商界领袖 那么通过看他们的成长经历 多少也有一些心得可以跟年轻人分享一下 是的 我们主要就想听一听 因为这个话题对现在年轻人的这个职业和发展特别重要 尤其在这儿大家都是飘洋过海 很多留学生来到这里经过几年的生活和学习 想安居下来不是特别容易 尤其在这个职业的发展上是面临着我是回国呢 还是留下来 该如何首先认清自己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如何能够找到合适自己的这样的一些契机 尤其是你提出的是一个billion dollar question 就是世纪难题了 是是是 因为大家可能觉得职业发展是一个可以进行规划和预见的事情 这是我们的理想 因为我们何尝不想学以致用 毕业以后可以顺顺当当的做一个自己理想又能够有贡献的工作呢 是但是通过看很多成功的这个商界打拼出来的人的经历呢 我们发现其实职业发展往往不是线性的 你看这个开网店的马云 搞聊天的马化腾 做了我们的电动汽车 夸解 都不是搞汽车出身的 但是最后呢 做出了让全世界震惊的电动汽车 对于我们现在这些年轻人来说 他们第一步您觉得应该是怎么样来 理清一个思路 对 然后如何来给自己一个切实可行的一个规划呢 Stanford刚刚出了一个研究说 美国现在注册在案的720个工作 有47%会被人工智能取代 而在咱们中国呢 估计有70%会被取代 这么高的比例 对 那么复旦的一位老校长也曾经说过 很多大学生跨出校门的时候 他学的东西一半已经过时了 那我们十年寒窗学的知识和积累 面对这样一个变化多端的世界 我们应该怎么办 我们怎么迈出我们的第一步 其实呢 您回顾一下自己的经历 尤其可以给大家有一些借鉴 我因为原来在国内做的最早的是风险投资 那么做了十五项目以后 我自然地对我们发出 我想到这个西方的资本社会 来了解西方的投资到底是怎么运作的 于是我就有幸进入了Stanford商学院 那进入学校以后 我才了解到做投资 实际是一个日久天长 后继勃发的工作 你需要打很多的基础 那么基础之一就是进入华尔街 开始寻梦了 对对对 所以呢 我的志向就是这样被定下了 那么我当时就一门心思的 要进华尔街 去争取我的第一份起点 那么很幸运的是 如愿以偿 我也进入了 那这个工作就让我投入极大的热情去做 一天工作多少小时 哦 我们不是以天计算的 我们投行的工作 很正常的一周是八十到一百个小时 那就是说比普通的四十小时是翻一倍了 也就是说基本没有周末 而且基本每天也只有睡觉的时间 那是不是薪酬特别高 你听的是很高十万年薪 但是呢这十万年薪意味着一年工作大概五千多个小时 哇 如果你按时间算下来的话 可能一个小时也就十几美金 那也就是普通的普通的那种工资了 对对 所以我们当时也经常开玩笑说我们实际是办公楼里面的蓝领 但是那个是起步阶段 这种怎么说这种付出和艰辛的这种这种劳动啊工作啊 也是必要的一个过程 你刚才提到一个很有趣的词是艰辛 是 实际上呢这也是很多人对我们这种工作的一个了解 大家都觉得那你们投行工作很苦啊 实际上作为我亲身体会来讲 我当年在华尔街投行做的每一天我真是没有觉得苦 而且每天都觉得很兴奋很亢奋的去做我工作 首先这是我选择的我想做的事情 那么我来就是做学徒就是来学本事的 那么面对资本市场的金融的这么一个广阔的领域 你就像一个孩子进了糖果店进了迪斯尼乐园 有这么多让你眼花缭乱的记忆行业高人 你实际上要学的东西太多了 所以呢你突然发现在商学院学了两年的东西 到这好像都用不上了 都要重新来过重新学习 那么你一投入忘我的学习 这个时间就过得很快 时间不够用 而且那时候是不是精力也很充沛 这就是年轻人一个最大的优点 就是有充沛的精力 我感觉就是说 其实您之所以人这样忘我的投入工作 是因为您找到你自己有激情去做的事 有兴趣做的事 所以你才会去投入全身心的投入 所以这样要回到我们刚才的那个话题 那年轻人其实他在择业刚开的时候 是不是也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这样才会有更高的热情去投入做 然后会觉得做的更有意义 其实这不光是一个问题 而且是一个理想 我们经常说最好是 You are paid to do what you like to do 人家付钱来请你做你想做的事情 那是最好的 对 但是这个最高境界需要一点一滴的去努力 去争取才能够达到 就是他们说这个 那上面说全球很多的这种CEO 很多也是销售出身 其实因为做销售 我自己也是做销售出身的 当然我没有那么高的 达到那么高的境界 我知道做销售是很辛苦的一个工作 尤其是开始的阶段要积累很多 所以看看现在这些成功的这些高管 其实他们也是从最初的点滴开始做起的 就像您这样斯坦福毕业的 这样一个高材生 在普通人眼里面看来 哇这样的一个名校 世界级的名校 那应该是特别的 会有很多好的工作等着你来挑 应该就是很高大上的这样一个 但是实际上您也是从 您刚刚说了从华尔街 虽然可能工作是您希望去拿到的 但是您工作的时候 还是很辛苦 很勤奋 一点一点的 然后把自己 就是做得越来越多的积累 才会到今天在职场上这样的可以架勤就熟 任何事情你只有把它当成一个乐趣 而不是一个苦差 你才会成为主人 才能主导的跟这件事情来互动 那么在职场上也是这样 有的时候如果你进入一个工作环境 你只是为了完成老板交给你的任务 那么你从一开始就已经产生了一种被动的心态 反过来想 如果说不管这是什么工作 实际是给你一个学习成长的机会 给你一个平台去增长更多的本事 那么一高人胆大 只要你得到了你需要的本事 你可以发挥到你想发挥的地步 你就可以进入自如的自由王国了 实际上前期的积累很重要 这种积累往往不是为公司去积累 也不是为你的老板去积累 实际上是为自己在积累 好的公司 它的要求一定也是非常严格非常高的 它在吸取优秀人才进来的时候 可以说门槛就很高 那么进来以后 由于大家都是很优秀的人才 大家竞争势必就很激烈 可能刚开始你没有选择的权利 这个时候怎么办 可能交给你的工作你并不喜欢 老板跟你也不对付 对 那你唯一能做的就是 不管你拿到什么任务工作也好 你只要一门心思的把它做到最好 如果你能够把这个工作做到超出大家的预期 那么你的能力就不会被埋没 就是同事老板就会看到 原来你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那么下面有好的机会就会来找你了 现在有好多年轻人就是说 还是需要首先脚踏实地的去找自己感兴趣的一些事情 去投入你的激情和热情去做 等到你自己念的自己的一声本领吧 应该这样说 机会来的时候你能抓得住 关于这个兴趣我想讲一点的就是 很难你一开始做的事情就是你天然有兴趣去做的 可是呢我自己的经历呢让我发现 很多我觉得我刚开始没有兴趣的事情 只要你跟他认真 你也就有兴趣了 你去深入的了解 你会发现你不喜欢是因为你实际不了解他 你没有得到他的精髓 只有你对这件事情有了80%的认知 甚至50%的认知吧 我觉得你才有资格去说 我对这件事情感不感兴趣 这件事情是不是适合我 想跟你分享一个 我亲身经理不说工作 这个可能太抽象 比如说滑雪吧 我第一次去滑雪的时候 我真的不能想象为什么有人会喜欢滑雪 对于一个初学者来说 你穿上雪翘横着往上爬坡 都是很困难的 那当我从这个上面往下滑的时候 初学者的滑坡 我也是一路跌跌撞撞 每一次都连鬼带爬的爬下来 但是我还是坚持不懈的去滑 突然有一次我就可以从上面 一点没有摔跤的顺利的滑下来 而就在那一刻我就爱上了滑雪 对你体验到这种 这项运动给你带来的快乐 你就知道这个事情的精髓在哪里了 如何在选择中间把自己的优势发挥到最优化 这一块您会给我们年轻人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我们每个人认识我们自己的不要说优点 特点有的时候都不是很容易 而你的优点和特点实际都是相对的 可能在一个工作中的优点 到了另外一个工作中就会成为缺点 那这个时候只是来说你的各种特点 是很抽象的 那么具体的呢 最简单的就是earn by doing 就是你去做尝试 尤其年轻人呢 实际最好的一个资本就是 有时间有精力去做不同的尝试 去做不同的体验 只有你亲自做了这件事情以后 你才会意识到什么事情我可以轻而易举 就做得比别人都好 那这个可能就是我的一个特点 那么发现了自己的特点和长处 你可能再去探索哪个工作 可能能利用这个点 曹女士我还想请教您一个问题 就是说到现在有一个叫归零者心态 很多人比如说在国内 他们在某一个行业或者某个领域 他们已经是非常优秀和出色了 但是到了美国来了以后 他们会发现原来很多的技能 到这一下子都失去了 然后方向感也找不到了 那这个时候如何来调整自己的心态 如何让自己能够在这个过程中 慢慢地能够从拾信心 再重新找到自己更好的定位 环境转换的时候 因为这个聚变发生的落差是一定有的 大家都有一个适应期 那么首先呢 要自己明确一点 我为什么要做这个转变 所有的转变 在它给你带来恐慌的时候 实际也都给你带来希望 那你可能一时不能立刻 学以之用 但是你走这样一步 弯道实际上是为了螺旋石上升 因为你所有的积淀和本事 它是你的 它不会丢掉的 只是你现在一时无法实现 那么你要想一个能够帮助自己成长 或者适应这个新环境的方式 一旦成长适应以后 你原来的积淀就能发挥了 希望更多的人能 更快的能够找到自己螺旋式上升的这样一个通道 一方面学新的 一方面共献旧的 对 你原来的一些技能 你的知识 你的专业 可以怎么说 并驾驱驱的一起把它用上来 对 就像我刚进投行的时候 还是这样 刚从商学院毕业进投行 我就是项目经理 但是说句实话 我管理的项目助理 他们已经有两三年的业务经验 所以在业务上 他们比我强的太多了 但是他们怎么能扶我管呢 我并不如他们懂业务 那么在这个时候 我跟他们工作 就一方面拼命的去学习 他们已经熟能生巧的业务 一方面呢 我在思考 这些他们熟悉的业务 对于我们这个大的交易架构 对于市场 是一个什么概念 于是我会把他们的业务 给他们做一个解读 告诉他们 你在做什么 你怎么样能够做得更优 你还可以做什么 其他的类似的分析 把事情做得更好 于是呢 他们就很喜欢跟我工作 因为他们觉得 不光是能够完成工作 而且是能够得到学习和启发 于是这就是 我当时把自己的无知 变成已知的一个方式 非常开心 今天曹理事您来到我们的 做客乔报现场 您给我们观众朋友们 分享了这么多 您职业发展的心得和经验 希望能给大家有一些 良好的一些启发 非常感谢 谢谢 谢谢 先锋请我过来 实际上我也很希望 借这个机会跟年轻人讲 你们是未来的希望 是八九点钟的太阳 那么你们的资本就是 你充沛的精力 你敢爱拼 敢打敢冲的冲动 和你未来能够改变世界的潜力 那如果你愿意去积极进取的话 sky is the limit 没有什么可以限制 你的发展和成长 那么你一定会走出 属于自己的路 拥有一个值得回忆 和骄傲的人生 对啊 keep your dream 万一实现呢 谢谢 谢谢 谢谢